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就是劳骨抖 见不得我好 不够爷们 够我后腿 没有记性 你们的感情怎么样能变好 让她变得和我一样 越后越年轻 她别老再作腰就知道 不作腰就行 都作了哪些腰呢 请出这对夫妻 来 有请 费先生47岁 来自天津业务员 有请 董女士53岁 来自天津保险公司职员 有请 欢迎两位 老师很好 好好好 四位嘉宾老师好 您今年53啊 是的呀 看不出来啊 必须的呀 哦 必须的 必须的 这个结婚几年啊 我们结婚大概有八九年了吧 是初婚吗 不是 我们是二婚家庭 哦 再婚重组 对 那也挺好 幸福吗 还行吧 哎呀 说的那个委屈 怎么认识的呀 当初是 当初呢 是我们通过报纸上 我刊登了一条找球友的那个信息 打网球 然后我们家先生给我打电话 我们就那么认识的 你也喜欢打网球 是 当初年轻时挺喜欢运动 现在也不老 47岁年轻人 哎 当初年纪 年纪别老是那么 木气沉沉的呀 小片里面说人家什么 老黄瓜刷利器什么的 不需要 然后呢 打网球就打好上了 就是经常网友一起玩嘛 过了那么两三年吧 然后我们俩就在一起了 上一段婚姻里各自有孩子吗 有啊 儿子跟我 啊 她呢 是女儿 跟谁 跟她妈妈 你们又自己有孩子吗 我们没有 那现在这儿子里多大了 现在我儿子已经25了 现在应该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是的 这就算二人世界了 对呀 幸福啊 我就认为很幸福呀 那怎么作妖呢 我就认为二婚嘛 要过得比头婚还要好嘛 然后我周围也有朋友二婚 他们过得就一地鸡毛 所以我就想 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过呀 而且我觉得我活得也挺年轻的呀 我们可以像年轻人一样 过自个儿的生活 对 您具体的规划是什么 规划就是 我想跟我们家先生买一个大一点的养老的房子 装修好一些 环境好一些 生活浪漫一些 可是我们家先生不是这样 我们家先生就是有点那种 老古板 老传统 没有什么激情 买房子了吗 买了呀 谁的钱呢 买房的时候我跟我们家先生说 扯付 够付50% 然后贷款再来个A制 这样是的呢 我觉得别挺好的嘛 我们家先生不同意呀 我这左磨又磨 磨半天才同意了 但是房子还了差不多半年的时候呢 我们家先生又开始为这跟我吵架 吵啥呀 还完贷款啊 我这手里头就存不下多少钱了 我得为我们俩以后的生活着想啊 我得多存点钱啊 这样生活我们才有保障啊 你七老八十了呀 咱俩才四五十岁 你说你考虑那么远干嘛 你人吃五五三粮能有不得病的时候吗 我就恨不得啊多存些钱 我这心里头才踏实 理解中国人嘛 咱传统的中国人就咱得存嘛 那这事后来怎么解决呢 房贷不是还得还吗 就因为他不好还房贷了 人家都是英雄无悔 我们这可倒好 跟大狗熊在的说反悔就反悔 我一赌气离婚 不过了 离了呀 那你们现在还是夫妻吗 是啊 都离了吗 离完了以后 我们俩是离婚不离家 那意思就是去民政局办了个离婚证 但是没分开 没分开 所以那房子不是各百分之五十吗 房子确实也拒不开 是吧 对呀 就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啊 然后呢 然后我想明白了 你不老爱存钱吗 干脆你就存你的钱 嗯 贷款我来还 因为我挣的工资比他多呀 哦 等于说在一个屋檐下 您就开始还那个房子的贷款了 对呀 我这个多想得开呀 不能为钱来 牵绊自己 这个倒是 那你们现在还是 还是这种离异关系吗 复婚了 那我都掏钱了呀 我向来低头 干脆扶个软 这大姐的性格 那离婚多久 复得婚啊 差不多一年了吧 你这不行啊 你怎么掉到钱窟窿里了呀 对呀 你看看 怎么人家把钱出了 那你就跟人复婚啊 他离不开我 我这又浪漫 又漂亮 而且我还会哄他 是是是 这就给人捏死了啊 行吧 手拿把钻 行 那不是就应该没矛盾了吗 哎呀 您不知道啊 我呀 本身就特别爱穿 你知道我那衣服好多呀 他老张口闭口的就是 哎呀 你看咱们老夫老妻的了呀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然后我想每天穿上漂亮的衣服 在他面前显示一个崭新的自己 好 然后那多浪漫呀 生活多有情调呀 是不是 我就希望他夸夸我呀 然后他可倒好 不夸我 嘴还被毒 哎 我刚才听了 那老黄瓜刷绿漆说的这意思 老黄瓜刷绿漆来 要不就是我天天穿着新衣 是不是万有新人了呀 你说哪有这样说的 我这不也是在调侃你吗 哎 我看大姐穿这个衣服没问题 挺得体的呀 您可不知道主持人 家里头那是多少衣服呀 我今天啊 特意带来几张照片 这几张照片只是冰山一角 你别管 房子是我买的 哎 你别管 哎 房子里有我钱 他衣帽贵里 他都不让我照这些照片 哇 衣服真不少 哎 但是挺得体的 也没有您说那刷绿漆什么的 是吧 就是嘛 所以说嘛 他挖虎我你看看他 夸的不行 挖虎到劲儿劲儿的 嗯 然后他还说什么 你知道吗 说什么 你看这衣服天天啊 我看着都受委屈 我的衣服 他那些衣服啊 一两年都不带宠幸一次的 我都替那些衣服买的 他那衣服都是我买的 我想宠幸谁就宠幸谁 你这没事 你还老张了买衣服 那可不嘛 你看那明星姐姐们 明星妹妹们 人家多少漂亮衣服呀 是是是 我也想活出像他们一样那么精彩的 乘风破浪的姐姐 就是嘛 今天咱这儿来了 那怎么办呢 像您这么有办法的人 他要这么 我就想要多夸顾我嘛 对 我就说您有办法嘛 他要不夸我 然后我就想了个好办法 啥办法 然后我跟我家老公说 老公 你不爱存钱吗 我每天给你一百块钱 然后你夸我 夸得我心花怒芳 哎呀 这一个月下来 你可三千块呀 你这么爱存钱 存你的 这些钱我都不乐意挣 哈哈哈哈 不是你就没挣 真没挣主持人 一分都没挣啊 真子爱财取之有道 不是你就 你就是觉得好看 天天跟我这样说 哎呀 你看我钱想花都花不出去 陆琪老师 这些我可以挣 对啊 听见了吗 我真夸你 我一看就觉得自别漂亮 是吧 天之不色 不色天香 陈鱼落雁 还有呢 哈哈哈哈 这哪行啊 我唱漂亮衣服 到外面同事朋友都夸我 就真不挣这钱啊 不挣 人家说了 天天说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不挣的钱啊 我就是天天我不夸他 他天天还花枝招然的出去 我再夸着他 他天天更找不着北了 不是 那你就跟他一起出去呗 哦 你还没退休了 哈哈哈哈 四十七岁 我一想 你别看他心里这么说 嘴上这么说 你叫他朋友聚会的时候 也是跟我说 老婆 赶紧挑一件 最漂亮的衣服 和我去参加哥们聚会去 你看看 那不还是希望我 漂漂亮亮的吗 那我只是希望你 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穿的漂亮 哈哈哈哈 这么自私你 那平常你们 就除了这个有冲突 还有别的冲突吗 有啊 你也知道呀 我们俩是通过 打网球认识的 对吧 对 我很爱运动啊 可是他现在不爱运动了呀 哦 再者说来了呀 我的工作是干保险 嗯 我认识的客户 竟是八零后的 九零后的 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啊 嗯 这样都有朝气蓬勃 对不对 更显得年轻啊 是 而且他们的运动 我也喜欢 以前我是只是打打羽毛球 打打网球 现在和他们在一起呢 我有时跟小男生小女生 打打篮球 玩玩飞碟 然后呢 打打保陵球什么的 那都我喜欢的活动呀 心合真好 而且家人是显得多年轻啊 是不是啊 是是是 不是显得 就是年轻 就是年轻 对 你看主持人说的就是年轻 对 心老了才老了 对吧 没错 皮囊老了不算老了 对 对吧 你都不知道 你多两岁数了嘛 但是我有时候运动嘛 有时候肯定撑了胳膊 撑了腿 那么难免的嘛 对不对 是 是 回到家以后 希望我老公能够 按摩按摩 吹吹腰 让我训个哀咎什么的 那我说了好几次了 他才给我训了一次哀咎 主持人 他这可不是一般的胳膊牛了 他这是五十肩的 闭嘴 老说我老 老说我五十岁了你啊 你可不五十岁才得的五十肩啊 你年轻能得五十肩吗 然后我就让他给我训训哀咎 训训哀咎那一住哀咎 也就十五分钟 在十五分钟里头 我了个天哪 你不知道怎么损我了呢 看见了吗 玩的时候你不找我 疼了吧 难受了吧 找我来了吧 这说的是事实啊 你们玩的时候怎么不带人家去啊 带了呀 你不去嘛 然后在这儿撑一下扭一下的 按摩按摩 那不显示你爱我吗 你在家做点家里的那些个 年轻人喜好的活动 不也可以吗 他拼乐高 挺好啊 他拼乐高 但是我不喜欢动啊 我觉得生命在运动嘛 他就认为生命在于静止 这样才能长收 而我认为这不是这样式的 对吧 一派叫运动派 一派叫乌龟派 没错 乌龟也不动啊 他怎么能万年呢 他能长收啊 对对对 然后吧 我就想 我就想这胳膊疼啊 我想巩固一下 好跟小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去啊 比如说老公啊 你赶紧陪我去医院里 扎着针灸 按摩按摩 他可倒好 陪我去了呀 陪我去了以后 您猜怎么着 跟大夫那儿吐槽我 说我什么 天天往外移 然后穿的还倍儿少 这着凉了吧 疼了吧 然后说说吧 我在扭头一看他 磨上眼泪了 哎呀 这大老爷们的 我这不也是心疼你吗 你不是傻呀 这怎么比我丢人呢 我这确实是心疼他 大夫给他按摩的时候 撑着他是嗷嗷叫唤呢 我这不也是心疼他吗 疼在你身 痛在我心 是吧 是的 还有真是 跟大夫那种嘴吵我 行 我不也是希望他 我能跟大夫诉诉苦 让大夫多管管他吗 多替我说说他吗 懂了懂了 其实我听您说这些 好像都是幸福啊 没有听到什么 过得不好啊 他不爱我 我本来想他宠宠我的 他不仅不宠我 也不爱我 我认为他不浪漫 不是您是怎么察觉到 他现在不爱您的呢 我就认为啊 这生活不就应该有浪漫 然后有惊喜 平常时候他不会夸我 我想我夸过他吧 我夸了他以后 我可以要一些 我想要的小礼物啊 什么的 是是是 然后有一次吧 去超市 我最爱吃榴莲了 然后我一想 把公公买的 显得多恩爱呀 然后我就跟他说 老公 你最宠我了 然后你最疼我了 那我要吗 你不就给我买什么吗 嗯 然后他不高兴问我 想买啥呀 我说想买榴莲 买 一下子就给我买了 二百多块钱呢 哎呀 我可高兴了 回到家里头 晚上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榴莲 我跟他聊会儿天吧 再牛头一看他 再聊天不理我了 他不就又琢磨我钱吗 主持人 他就爱说这句话 我爱几块钱 你说这个几块榴莲 就二百多块钱 当时我并不是说 特别乐意给他买这个榴莲 不是你 你存那么多钱干嘛呀 过日子想吃个榴莲 又不是天天吃 就是嘛 不是这个榴莲 有什么好吃呢 臭气红签的 我爱吃啊 那个榴莲 是女人的美容院 吃完以后皮肤棒棒的 他在那儿当着老多人 在那儿跟我 不是撒娇 就是卖萌 我这脸我都挂不住了 我一看我赶紧 我给他买吧 赶紧走吧 所以您是买完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那种吧 是啊 小年轻的 好帅的 好年轻的呀 对 就是小年轻太 对不对 我儿子一新来以后我就说 好帅呀 哎呀 真是跟妈妈一样 走在时尚的前端了 然后 然后你猜 我们家老公说什么 说啥 流了流气的 都让你妈给带坏了 本来就是嘛 多双标 你都多双标 你这个儿子呀 在平常生活中 我觉得主持人就得严厉点 因为他以后得成家立业 得有担当 我觉得我对他这样 严厉是对他好 二十五岁了 就能少说少说吧 听见了吗 二十五岁了 人家独立性格都完成了 您说他干嘛呢 这不是挺好吗 说你儿子说明关心呀 人家没把他当外人 对不对 是 那闺女呢 闺女上小学 本来我就显得年轻 而且呢 我也愿意跟小朋友 就当个好朋友那样似的 闺女要什么 买什么 想去哪玩 带哪玩去 我觉得比我亲儿子还耐呢 但是这个闺女呢 在他眼里就是妈呢 只能疼 只能耐 不能说 然后那天吧 闺女来了 举个矮派过来了 你说他上小学 都已经很胖了 而且还戴了眼镜 我就说 闺女 我再少玩会儿吧 妈 我带你下去 跳下舌 踢踢圈去 对不对 咱别老窝的呢 回来胖了 都不好看了 以后漂亮衣服 都穿不了了 哎呀 你看我们家闺女 我来一句妈 想说说你儿子 别说我 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这口气窝在我心里呀 他也是 嗯 你听他说啥 没把我气懵了呀 他说啥 他说了 后妈呀 只能疼 只能耐 不能管 主持人 您可不知道啊 他一生气起来 他说话那种语气 那种气势 孩子我根本就接受不了 我那是跟你说 跟宝贝的说时候 可温柔了 我们俩是好朋友 我就怕孩子 接受不了你这种态度 所以我才说 我来教育他 我来说他 说了根本就不管用 该怎么耍怎么耍 该怎么闹怎么闹 你说你说这个亲爹 哪有这样的 闺女儿不跟你们住一起吧 平常六日偶尔会过 就是接过来 六日就住过来 周末住过来 对对对 应该还好 我来问几个问题啊 您现在两位的钱是 怎么使的 各管各的 是吧 对呀 AA制嘛 您管房租 不是您管 还贷款 还贷款 这都管了 都管了呀 那日常的生活 怎么弄啊 他要回来找的话 他买菜 他做饭 就是在钱上 您不是那么计较是吧 不计较了呀 我都想开了呀 那他起来放他下 攒那么多钱 到底为什么呀 我就想我们 为了我们以后养老肉 那现在不就 吃个榴莲 什么都没法吃呢 以后还能活到养老那一天 真是的 我觉得这个 我多存点钱 没有错啊 我就想 我们两口子 踏踏实实 你说 过个平凡人的日子 平凡人的日子 该吃吃 该喝喝 该存存呀 您不能一头翘了呀 这房本上 写了谁的名字啊 他的名字 您还房贷 写他的名字 对呀 这才展现出来 我就拿起来放在家 这不太合适吧 那再问问啊 你们俩现在在一起 您开心吗 谁要他别太多了 您指的别太多 是什么呀 您要说这个 一年吃一回榴莲就叫多 那我们不认识 我指的就是说 天天一天一身衣服啊 不是他有那么多 干嘛不让他穿呢 不穿 您又说 你一年都不宠幸一次 对吧 穿了又说 你天天穿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的意思就是让他少买点衣服 少买 不让他折腾 那他有一天折腾不动了 您是愿意让他多买多折腾呢 还是折腾不动呢 我还是希望他该折腾折腾嘛 所以挺有意思的 你要把这件事往前一想 说如果有一天 你爱的人坐在轮椅上了 你是拿轮椅推着他 让你幸福呢 还是让他那么折腾你幸福 你选一个 那我倒希望他折腾 倒希望他折腾 对 可为什么出现这么多 别别妞妞的呢 大姐的问题在哪 您可不是没问题 你来 问题还真不小 怎么会呢 不信你一会儿听听专家 老师们怎么说 让我们一起进入 修比特文件 我就问您一句啊先生 就是当初 买这个房子 是你们共同商量决定的吗 还是他一意孤行 商量 那你凭什么不还贷款 其实我为了就是 多存点钱也没有 你存钱给谁存 给我们俩以后啊 不是给姑娘存家长吗 姑娘她在她跟她妈妈呀 跟她妈妈 你不是要给抚养费吗 我们抚养费并不多呀 抚养费并不多 你不为你姑娘未来考虑吗 我觉得有些话大家直说 请问你存下来的钱 给她花了吗 别给我她花呀 花了多少 买个榴莲200块钱 都要刀了半天 请问你给她买过衣服吗 就是您问心自问 您存的那些钱到底干嘛 就我觉得这事特逗 就房子大家商量着一起买 然后呢 首付呢 一人一半 到还贷款的时候 哎我不还了 这任何一对夫妻之间 都干不出来这事啊 为什么她一个人 要去承担还贷款的 这个压力呢 你美其名约说 我想多存点钱 请问什么叫我想 不应该是我们 应该多存点钱吗 如果你存那个钱 真的是为你们而存的话 你们是不是不应该 是AA制的生活状态 如果那个钱 你真的是为她 和为你们将来打算的话 请问你们现在 为什么要AA制的 所以您存的那个钱 是给您自己存的 这里面并没有她的事 不要打着这样 美其名约的旗号 干着这样自私的事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说不通的 这点真有点冤枉我了 冤不冤枉您 您自己心里清楚 你的心怀鬼胎是在哪儿 你享受自己的生活和人生 你非常清楚 这个男人 他不是能跟你过到一起去的人 我觉得他应该 你想要影响他 想要感化他 咱都经历过一段婚姻了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一个男人 你想要改变他 还是改变不了的 而且他都这个年纪了 你怎么改变他呀 所以我就不说 就他这个抠样 一分钱不在你身上花 你涂啥呢 想在家里头 媳妇做饭都是他的事 所以啊 您的心怀鬼胎是什么呢 就是找一个人 伺候您 照顾您就完了 反正钱我乐意花 我就当拿这个还贷款的钱 故意保护 然后我自己享受 我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大家 不如打开天窗 说亮话 否则的话 这样下去 如果你们演得不累的话 我们倒是也无所谓 但是我就怕有一天 真的演不下去了 就这样 重组家庭 能在一块过八年 应该心里都明白 该明白的明白 不该明白的早明白了 中间离过婚又复婚了 那就是明白上加明白 作为男人啊 什么叫福气啊 有一女人 这个女人啊 不管她的魅力 在别人那管不管用 她这魅力在咱身上管用 在那超市里 她想吃榴莲 几句好话 扔过来 瞬间就飘了 明明特别在乎钱 这榴莲也得给人买 当时没明白 飘了 你知道一男人 有一女人 费心把咱忽悠飘了 是多得一幸福吗 然后当时这榴莲买了 回家吃榴莲的时候 一拍大腿 又明白过来了 嘿 我今儿又被你 把这二百块钱忽悠走了 这个拍大腿的时候 不是心里可能不舒服 但是掏钱买榴莲的时候 那个瞬间 你要说心里一点不舒服 她怎么不忽悠别人去 你认不认可 其实你妻子蛮有魅力的 哪怕就买榴莲那一瞬间 而且那个魅力 它对你管用 而且两个人离了婚 还能复婚 但是有一点 我特别不认可您 女儿说 你别管我 你要管你管自己 儿子去 这个女儿内心深处 明显跟这个继母 她是有见外的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您前妻 跟女儿互动的一个结果 但是您应该表表态 您并没有支持 您现在的妻子 跟您女儿之间的互动 所以不在女儿心里 建立妻子的角色权威 哪怕不是亲妈 那么是不是我们心里 跟人家也见外 越听到最后 两个人财产分得越清楚 那这是光在亲子感情上见外呢 还是在感情和钱上 其实都见外 这事我们心里得想明白 我就说这么多 其实呢 我觉得二位都想明白了 感情蛮好 我还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明白 所以我想问一下先生 您太太知道你现在有多少存款吗 知道啊 密码呢 是她生日 也就是她存钱的确是在为您娘考虑 也算认可吧 但为什么在你嘴里 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 只在为自己考虑存钱 因为我觉得她老爱戳儿反耳 她老是泼冷水 反悔 但我看到对你来讲 如果大家都知道密码 也知道具体的存款数 那就是一个人的钱来去还贷款 另外一个人的钱来存着 大家共用嘛 但是我觉得钱不是你们婚姻当中 或者生活当中最大的障碍 你们两个最大障碍是各自在玩 各自的你们都防着彼此 你们没有共同的玩乐 我只看到的是婚姻现状是 未来三年 你们是否还能愉快地在一起 因为刚才您说了一句话 你说我们俩相识 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 他跟我一起打球 我们是球友 但是现在我听到的是 他玩他的 我玩我的 我们两个人玩的都不一样了 一个是归西法 一个是在外面的玩球大法 越来越差异远了 你们彼此不认可了 为什么今天你们会来台上 因为你们觉得不舒服了 你们找不到原因 但至少我看到唯一的原因 现在 就是你们越来越 不再去欣赏对方 不再去愿意跟对方 创造共同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要给你们的建议的话 唯一一点小建议 财务真的公开透明 如果二婚夫妻 还有对对方担心或者防着的 不如就敞开话说明白 所以如果你们不能够再创造共同的一点利益 这种利是彼此真心给予对方利的话 你们的婚姻早晚出问题 我最近听到一个词叫初老症 说人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老了 你是初老症特别明显的 就是你47岁嘛 然后就感觉到 哎呀我以后将来怎么怎么着想了 我已经老了 我已经苍老了 再不存钱的话 我以后怎么办 再拿什么养老 深深地有一种苍老感把你吞没了 其实你也是初老症 虽然你不承认自己老 但是你用反抗自己老的方法 是我完全抗拒 然后我一定要让你爱我 然后当然你的状态我很喜欢 但是确实在感情这件事情上 你们两个人都是失去分寸感 这个时候你们要重新 我建议你们重新回到 自己二十多岁时候那个状态 你去想一想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是怎么去谈恋爱的 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去谈恋爱的时候 需不需要贴钱给别人 二十多岁我谈恋爱的时候 需不需要对一个人那么酷 那么酷那么酷 你心里面想一想 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没有那么爱你的话 你应该怎么办呢 你为什么不能承认你爱他 比他爱你多得多得多呢 这点我承认了 不能说过 然后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将就吗 继续贴钱吗 我要紧 继续强行把这个生活维系下去吗 能维系多久呢 他今年四十七岁 他的初老症已经那么严重了 等到他过五十的时候 你猜他在生活里面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状态 你猜他会怎么对你 所以我觉得 那我就把钱拿过来放在我这村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得接受自己的 每一个年龄状态 以及每一个年龄状态之下的情感需求 如果你真的不需要情感需求 大大方跟他说嘛 我不需要 我现在就要钱 我不需要结婚 我不需要老婆 我不需要有一个人那么爱我 你跟他说嘛 但如果你需要 那么对不起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或者 许之无度 或者 过于另次 在感情这件事情上 就这样 爱要不来 爱也买不来 买来的只是一种应用 和你的感受 那不是真爱 其实您比我们都了解他 他到底要什么呀 对吧 我们算是听了你们这么 短暂的讲述之后的一个感受 对吧 家里还有挺重要的人 算一成年人 今天的儿子怎么说吧 来 我觉得我妈是个宝藏媳妇 废叔就应该珍惜 也整天跟他较劲 他再怎么乍着恢复 他最多也就是外表活着 内心非常稳 我希望废叔慢慢能活明 打不过我妈就加入他呗 跟他一块风 一块捣食 这不活的也挺带劲的嘛 我对我妈就一句话 看在废叔 老给你做好吃的的份上 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那是个聪明人 这是我儿子呀 我养了二周年了 不是让你们听听这个 一个聪明人吗 其实不管是初婚还是再婚 重组还是原配 是吧 一段亲密关系当中 失去了真诚 什么都没有 你们现在就是没有真诚 你儿子说出了一个真诚 对呀 我心不平均了吗 你儿子才说出你的 现在这个家里了呀 不是 你儿子说出你的需求 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吗 你得服从于他 这是他的核心需求 你那核心需求 老师不都看得很清楚吗 为什么要这样啊 除了爱之外还有什么呀 还有一个比你年轻的 你认为在年龄上比你年轻 你希望他在身体和整个状态上 也要比你年轻的一个男人来照顾你 这么点需求 你都把它说清楚 不就完了吗 你有什么需求 你就说嘛 回家自己说去 对吧 都说清楚了 好好过日子 能过得挺好的 珍惜眼前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指标 我希望我老公呢 能够爱我 就像宠闺女一样 也能够宠我 嗯 我也想 就 不是那么 他往外边疯吧 他不是要求我像 在家里头能够 相夫教子 给他做做饭 每日他多转摇转摇 我以后就是减少外出的活动 减少一些 多陪陪他 我通过这次来到爱情保卫站 四位老师的点评 我也认识到我 我这些个问题了 我以后跟你一块儿换代款 媳妇 我也不会跟你再斤斤计较了 我努力把心态活得年轻 希望说到做到 谢谢两位啊 祝你们幸福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同讯视频 爱奇艺 苏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商出 都会出来 咱们看看他们 以何种方式再相见 请开门 开门 我以后一定改 请你看我行动吧 习惯好吗 我说这话 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据个人观察 成都算标准的趴耳朵 现金 是赔多 全对 天金男人也怕耳朵 天金女生的这个能量 还是非常大的 行吧 你看又给收拾了呗 您得想一想 为什么您越活越年轻 比您年轻的 在您身边越活越老 这事您得反思反思 来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 请见证 请 回去就给买 就是在一段良好的亲密关系当中 如果双方的内心需求 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 相信这段关系一定是稳健的 就祝他们开心吧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也对你们俩般配吗 不配 我和他相恋一直是我上改的他 不配 我们俩在一起 有三句话形容这方 他就是半生黑老虎 他是我感动 他只有自己的词 别人对他好他就受不了 自由想办惯了 单算单出了优越感 哼 就这么几个关键词 他们该怎么办 这是对你们的考试了 来 有请就对情侣有请 李先生34岁来自天津汽车销售 刘宇志37岁来自德北 又诗 欢迎两位 这剑把弩张的 是心里话吧 是啊 谈了多久了 一年多 你在小片里说他单身单出的优越感是吧 对 你好像还比他大是吧 对我比他大三岁 有过婚史吗 有过 有孩子吗 有 孩子跟谁 跟我 孩子多大 孩子上初中 那您结婚可够早的了 37岁 孩子上初中 咋认识的呀 他是我的租客 我有一个三十的房子 因为当时来天津就是不要着急嘛 然后看到他有房在出租 所以就去看了一眼 然后当时感觉都挺合适的 然后就搬过去住一块去了 搬过去住一块 他是三军事嘛 然后我住他其中的一间 哎呀 吓我一跳 后来呢 谁追的谁呀 我追的他 追的多久啊 三个多月吧 看上他什么了 当时我们一直在一块就是共同生活 然后他有时候回去会发脾气 特别烦躁的时候 我也会去安慰他 找中孩看中他有这个伤心心 自己一个人挺利落的 挺会照顾人的 我感觉也是 但当时我感觉他对我也是有好感的 所以我才会去追他 确实是双方都有好感 所以才接受 本来我是一个特别不好接受的人 不好接触还是不好接受 不好接触 为啥呢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哦 我是在我父亲这边 但是我从小后 我父亲专系不太好 嗯 是和这个爷爷奶奶长起来 嗯 我就一直想独立处了 嗯 我本身我父亲对我过爱很少 我跟他 就不想以后带我什么联系 啊 跟他交往以后呢 我就想带他去见我父亲 嗯 就想彻底独立嘛 结果被我父亲 说到先户口吧 户口吧拿出来 是吗 我父亲就毛了 就直接说 你三十多年没结婚 没找对象 就突然大我见面 就见一个比你大三岁的 而且还离婚 还带孩子的 嗯 你这是太不可信了 嗯 所以我就为了这个户口吧而来 我问你为什么难接触 你讲这段目的是什么呀 想描述 就是你们的冲突是从这开始的是吗 对 一件一件事开始 哦 我本身单心家庭嘛 就是带着他去到父亲那儿要户口本 是要结婚还是签户口 我就单纯想签户口 然后他父亲的话刺激到你了 不是 嗯 当时他和他父亲吵起来了 啊 然后就直接甩着门拉着我走了 啊 就是我本身我知道自己条件差一些 不差呀 差啥呀 我立意 带一孩子 这也没什么呀 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 就是感觉就是什么 就是他确实就是想真心的介绍给他父亲来认识我 对啊 对啊 但是他后边是什么 是他 他就是为了拿我当挡箭牌 去签那户口 所以我当时感觉他跟我在一块 压根就不是爱我的 那人家要想干这事 随便找一朋友去也能行啊 对不对 但是他给我的那种感觉 他就是这种目的 我觉得你多心了 多心了 我就可气就可气 他和我父亲想的一样 他也把我看不见了 我要真想这样的话 我搞个眼人不好 后来的路程我不理解 他都知道我和我父亲吵起来了 他还是 就是对我说 说教的话 这是你们俩的第一次见息 对吧 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后来就是在回去的路上 我确定了他就是说 想和我一块走下去的这想法 付业好一包 自己买了礼品 去到他父亲家里 然后结果就是 把我轰出来了 每次一说这件事 你都特别委屈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每次你都这样 特别委屈 你看 我还就得这样强行的 我还得 我要不哄他 不给他这样 我就 把我架 架在一个特别尴尬的位置上 早来就不是我的这个货事 我还要去承担这些 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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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光是我父子之间的事 没和我打招呼 自己去了 我父亲都说 那个女的又来了 不就是想巴结我 帮你要货货本吗 是不是要货货本 还要见几个退休金 就这种结果 他是好心 但是这种结果承担的是我承担 他只会在那出委屈 行 把你那委屈也收一收 不光这个 就在工作上 他也是这种好心 但是结果都不好了 我是一个汽车销售 现在汽车确实很难卖 是 但也不能说 我一开单 他把他单位又是那套 来套在我身上 开单了 真棒 那个你晚上想吃什么 那合着就是 如果我不开单的情况下 我连吃的好了 我都不配了 那两个人搁一块 不是就是相互鼓励 相互服励 不是更有机器 更有动力往前走吗 而且就我工作的事 我说了 我之前就是自己一个人 我生活工作完全独立 没有问题 你自己帮我把朋友圈 这个事已经给我造成 不好的影响 实际 你的朋友圈有买车的吗 你是个幼师 他们买车可能找你嘛 而且就 这样 我就心灵了 他就特别离谱 我们俩出去 吃出来的头发 我说这个事把经理喊过来 我要投诉他 他怕我这个做销售时间长了 比较激动了 他把这个事揽过去 我觉得他是好事 但实际情况 特别的奇葩 他跟经理说什么呢 这个吃出头发这事不要紧 我的这个男朋友是卖车的 他卖车特别专业 如果你以后有朋友 想从他那买车了 千万要介绍给他 赶紧现在赶紧加个微信 这事我们就不投诉了 就这种奇葩的行为 当时我就尴尬的 想找个地方往下端的 我们就是怕你这个工作压力大 消息业绩也不好 我不是为了 也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们以后吗 你就甭管怎么开单 怎么加上人的 怎么 就是到最后 你就只看中结果不就好了 你管别人说什么呀 结果就是我一辆车都是 没有你给我介绍的客户 从我这能开单 结果就是能开单的客户 你倒反而通家阻拦 你还看我手机 就发现啥了吗 有个女客户 一个月之内从我这 她收听了好多车 实际就三辆 人家两口子一个月 到换车嘛 从我这手的置换 也是月底 最后人家也不母想换车 加起来一共那么三辆 你说你最近业绩都这么不好 一个女的为什么一直找你买车呀 我就感觉你们之间联系太频繁 我是一个汽车销售 我这个扣扣扫 我买第一辆车 我就给他删了 你就这个逻辑吗 我这边主要有一个特别情况 就是我前夫就是和别的女人聊天 出的鬼 所以我就害怕 他也会和他一样 然后我就比较在意这件事情 发现这件事情以后呢 然后我就想着让他给我一个承诺 最好呢 是可以落实到字面上的一个保证书 保证啥啊 就是保证适当处理和女客户的关系 主持人 我说实话 如果我写了保证书 那张保证书就能给你安全感吗 我跟你说 我就因为这事 我把那女客户删了我也不写 删了吗 当然没有 我不会那么理 写了吗 没写 这就是彼此开始真实地了解 一个相对全面的对方 其实冲突就会变大 对吧 对 我相信这个冲突会越来越烈 对不对 这还只是开始吗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后续他的安全感方面 都通过我冲突过来向他保证 比如说特别幼稚的时候 他找个红权红权量 让我带着 我就想让你带上那红权 让你的朋友更加认可我 你为什么就不呢 为什么搞定像这个事已经官宣了 我还非得戴个那个呢 而且我平常打个发辣 碰个男士香水 哦 戴个手表这都不行 你就说 我这个都是别有用心 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每天在家 一天说24小时 12个小时 基本上是对着那镜子 又打发辣 又看这个西装里边 配什么衬衣了 然后再换一个 这个眼镜的颜色吧 你说你每天 那打扮跟花口雀似的 你出去就是招风影蝶 你就是让别的女人看到 我就不希望你这样 你光说我 你穿什么衣服 我从来没管过 那我穿一件衣服 女为月节卷容 我就让你夸我两句 怎么着就不行 再次下夸不行 所以得到外面夸嘛 哎呀 所以对你来说 管束太多了对吧 是 特别累 他就是想改变我 而且如果要改变的话 我自己 为什么要 按照他的框架来呢 是 我本身就特别难 被接受的一个人 特别容物 嗯 他是主动吹的我 虽然说我三亲家庭 但是我毕竟三四岁未婚 嗯 对吧 我有房有车工作 是这个 不太稳定 但是我一直还是有工作的 他不能 他的费想强下给我 我感觉更应该是 我做一个主导 而不是每次他都土土可怜 哎呀 你这个优越感 也来得莫名其妙 你知道吗 孩子现在 也住在你租的这个房子 还是在老家 我父母在待 哦 父母在待 那他见过孩子吗 没有 这不是迟早都会见吗 但我不希望孩子 过多的去掺和到 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但是肯定会有一些牵连啊 会影响你们的感情吗 有 他和他前夫 现在都没有算联系 我和我前夫 现在联系 不是因为我们有孩子吗 他每期名曰是有孩子 但据我所知 他前夫 根本就不管他孩子 总是找他借钱 他还借给他 你觉得他跟他前夫 边界不清 是的 借意是吧 换借意 我和我前夫这一块 主要就是因为有一个孩子 再加上我们在一块 时间挺长的 我们没有爱情 还有亲戚在 他就是说张口给我说 借钱的话 我也会给他过渡一下 再说这个事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借完钱他会还的 那是还不还钱的事吗 你就是没有底线 你明白吗 行 明白了 这是哪点都不是了 今年过年 他想把他的这个 父母和孩子借过了 我就说反对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我父母过来 然后孩子也过来 孩子也挺乖的 你也可以试着 去和我父母接触一下 和孩子接触一下 感受一下这种家庭温暖 还有这种家庭的氛围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和我父亲关系都不好 你为什么感觉 我能和你的父母搞好关系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是一种 长期稳定的情感关系 即使没有婚姻的话 是不是也有必要 见见双方的亲人 我自己没有准备好 他愿意忠误我的世界 那肯定是按照 我的这个方向 他为什么要 一同于你的世界呢 他为什么要按照 你的方向来呢 不是你们俩商量着来吗 我感觉 我条件比他好一点 你看 我说你就是拿优越 敢压他吗 你条件没他好啊 我毕竟没结过婚吧 你今天多大了 34 34 34岁还无后 你说这个男人怎么活的 37岁儿子上初中了 再过几年儿子中 出来爸妈挣钱了 你有人条件好 你哪个条件比人好 你还有什么条件 说出来 我有房有车的 有房有车怎么了 人家有一颗自由的心 你有吗 人家有儿子 你有吗 没有 就完了嘛 有啥好比的 再比啊 人家跟父母关系好 你行吗 有房有车 谈恋爱不讲那些 这个岁数谈恋爱就是 最重要啊 彼此能依靠啊 互相当疗伤啊 然后有个好的感觉啊 你可别这样啊 害死你自己了 他人着急 都是笨40岁的人 都有各自的生活经历 却一直想压着让别人低头 认去自己所认去的东西 所以你们多累啊 如果今天好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看看他们怎么帮你们调整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笔测问卷 你不可能感动得了他的 你所有的这些行为 在他看来只是给他添雷坠而已 你一点都感动不了他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他压根不爱你 你只是给他的生活上 带来了一些便利而已 让他觉得 单身汉的生活 其实可以试着改变一下 有一个女人在我身边照顾我也挺好的 他那么抗拒你 把自己当仙人掌一样 你靠不进他 他给你设了很多的条条框框 你不要改变我 而且你要按照我的方式来 这就是没有爱上的表现啊 就是一句话 你想多了 还想把爸妈接过来 孩子接过来 让他感受家庭的温暖 他不是不想感受家庭的温暖 他只是不想感受你带给他的家庭的温暖 所以你也不要试图感动他 也不要自我感动 就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 碰到了一个你喜欢的人 然后你想你又追了三个月 所以你就觉得 你只要通过努力 就一定能够得到这个人 我只要努力 就一定能够得到他的心 可是爱这件事 他不是努力就能得到的 那你呢 你没有那么喜欢他 没有那么爱他 你就要及时告诉他 不要耽误别人 就是做一点有良心的事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然后也不要拿自己是单亲家庭这件事 一直挂在嘴上 因为你越给自己这样的心理暗示 你越得不到幸福的生活 就这样 你们俩还给房租收房租吗 当然不 你们两个恋爱一年多了吧 对 你们大概从几个月以前开始 他不给房租 你也不收房租了 就是他正式答应我以后 几个月以前呢 就是四个月吧 是你们俩谁先提出的 我能算心照不宣的 心照不宣 就是不说清楚 不明不白 倒是恋爱关系 还是个免租房客啊 所以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所以这事开始的就没那么单纯 您知道吗 我问你一下兄弟 他的父母春节不许来 他们家孩子春节不许来 然后你坚决杜绝 跟他们家这些人接触对吧 哪怕不是女朋友 哪怕哥们弟兄 家里面父亲或者母亲 需要搬个煤气罐 让你帮个忙 你能帮忙吗 可以帮忙啊 你看你还不如他哥们弟兄 不是说他对于 哥们弟兄的爸爸妈妈 就格外的成敬 他是对你活的个天哪 你可不跟我哥们 他那么的纯粹 那边我搬个煤气罐就搬了 我这边要给你爸爸妈妈 搬个煤气罐 弄不好我就成女婿了 所以他对你是已经到达了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阶段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步步进逼吗 你看你步步进逼到 他已经看见你就 就已经敏感了 天哪 他爸爸妈妈要来 春节我可不行 而且你步步进逼到 他的爸爸 你是不是见记我退休金的 咱能不主动了吗 咱要实在说 现在给他房租 他也不好意思收了 他要现在给你房租 你还好意思收吗 那咱能不能出去 找一正经房东 特别单纯的关系 我给你房租 你当房东收 对吧 然后掉回头来 你再看这边的恋爱 还成立不成立行吗 凭什么他回家摔东西 你就去扫 有些优越感 是有些自卑感成就的呀 所以先从调整关系开始 另找一房东 我就说这些 谢谢 你哪来优越感啊 多可怜啊 有房子 但是你的房子 一点温度都没有啊 就是水泥汽的一个盒子而已 最多有一张床 你有车 机械的 不加油他不跑 出了问题还得去修 不就一机械吗 也是冰冷的嘛 夏天热的时候 里边热得要死 冬天冷的时候 里边冷得要死 除非你把空调打开 车有啥呀 也是冰冷的呀 再说34岁没结婚 没结婚说明啥 没人爱吧 同样的 你也没有发自内心爱过别人 你都不知道爱是什么滋味 有啥优越感呢 你不就想尝试一下 到底爱是什么滋味吗 没有尝试成功嘛 因为你不懂怎么去爱别人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得到别人的爱 你不懂得男女之间 应该怎么相互地扶持 也不知道男女之间 应该怎么沟通 没人教你 你现在就是个冰冷的机器 多可悲 所以好好想想 你真的要不要爱 如果你要爱 是要自己先给自己爱 还是别人要给你爱 如果你连爱这个词 都不知道什么味道的话 那你就不配谈爱 更不配谈优越 同样对女方来讲也是这样的 你多可悲啊 一直讨好别人 前夫前夫你讨好他 他变心了 他出问题了 你今生出户 为什么呢 不为了孩子 他真的有管过孩子吗 没有吧 抚养费每个月是给了吗 也不一定的 他想你借钱 为什么给呢 我给他一点钱 他就能对我好一点 他能知道我当年 你都做了这种事 我现在还能心地宽大的 我能够谅解你 我多人死的女人 讨好了吗 你突然讨好他呀 你觉得你能管着他 你觉得你能给他做饭吃了 你觉得那是真的对他爱吗 不是的 你随时想着这个男人 我怎么能够抓紧呢 赶紧跟他结婚了 你想的就是结婚嘛 你不想的也就是那个房租钱 我不用给了吗 你待会想做独立女人 OK啊 房租要不照给啊 要不你跟他俩对半匹啊 没有啊 而且我特别想劝女生一句话 你既然都在这儿飘 对吗 不是正式的工作 对 回去吧 陪陪孩子 他才是你应该给爱的人 陪陪你父母吧 他们才是一直为你骚碎心 你需要你陪伴的人 回去吧 你家乡在等你 有车有房是你最后的自信吗 能够爱人 能够包容人 是你最后的自信 是不是很可怜 你想成为你爸那样的人吗 对 你现在就是往你爸的路上走了 你说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不知好歹吗 他帮你发朋友圈 真的是坏事吗 他给你去找客户 他鼓励你 真的是坏事吗 如果你真心觉得坏事 请问你和你爸有什么区别 你一直在往你爸的路上走 但你的内心在抵抗 所以你才会找一个人爱 你不是抗拒爱的 你内心抗拒的是成为你爸那样的人 你先搞明白这一点 爱是可以救你的 爱是可以治疗你的 爱是可以让你避免成为像你爸这样的人 你去签户口你爸居然会联想到 说是不是奠记我的退休金 他已经改不过来了 你可以 你才三十多岁 原生家庭的不好 不是你的怨罪 是你父亲的错 跟你没有关系 你是可以自救的 我们为什么在原生家庭的创伤当中 然后挺着挺着挺到最后 居然又成了原生家家庭的那个罪归祸首 他不是在救你吗 你真的会没有感恩之心吗 你内心恐慌 抗拒 生满了所有的死 你害怕什么 你也是 你觉得你能包容他 你有足够的爱吗 姑娘 你是通过燃烧自己的方式去温暖别人 你觉得自己几斤几辆还能烧多久 如果你要去找安全感情 去找一个有能量的人 心里有足够爱的人 而不是找他这样 你的那种爱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伤害 明白吗 一个饿久了的人 你要给他吃大鱼大肉 他不撑死了吗 我知道你们不合适 但是我觉得与可怜人之处 还是可以给一次机会 就这样 其实在心里他特别渴望他爹的爱 他要找很多的事情来挑战他 当他老爹被激怒的时候 他马上站到他老爹那一伙 开始欺负这个女人 其实挺微妙的 我们不谈这些微妙 你只要记住一点 你如果渴望爱 你要先付出 你不付出你获得不了爱 至于您吧 其实真的不合适 要想在一起就好好的 放下猜忌 我知道很难 要不然你们就分开 好吗 一起进入真听六十条 我没有想过 我这处处好心为你 去帮你 去为你 反而让你增添了一些压力 但我确实 我也是真心地希望 和你走到一块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可以各自冷静一段时间 然后考虑一下 首先我道歉 我并不是刻意地提你 利益伤害你 我没有那个心 但是像导师 所说的 我开窍 我认为 咱们两个现在可能只是 互遣伤口 我只是享受 互遣伤口时候 平复我的这些 让我很美好的感觉 我可能要重新地认识 什么是爱 我希望咱们能 找到一个 适合 对方的出口 想得到爱 先付出一些 才会有所的 好吧 两位加油 谢谢你们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 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 是0223606361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 珊大老师预测一下 我觉得应该双不出了 我倒是建议 这个他能出来 这个男嘉宾能出来 双不出对他们来讲 是最好的结局 我希望他们双出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回本 释然吗 说实话 我挺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 他们渴望爱 把他们变成了爱的恶魔 彼此生着魔爪 去不停地抓取 对方身上的能量 所以爱会吸取 他们所有的好 但是当他们学会 去好好爱自己 爱自己身边 家人的时候 他们才有这个能量 真的让自己重生 才去重新 能够找到爱的人 被人距于千里之外的人 现在距别人于千里之外 干嘛不尝试 主动点换一种模式 而且我不觉得 他不会爱别人 只是他不爱这个女人 他在没有遇到 他真有爱的人的时候 他就是那样 但是他真的遇到 他特别爱的人的时候 他会心里所有对他好 极端嘛 对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就是珍惜身边的 每一个人吧 爱好你该爱的人吧 这大概是 每个人想获得 幸福的最短的一个途径吧 本节目由葵花药业 独家冠名播出 修护未粘膜 认准葵花魏康林 再一次的感谢 葵花药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同时也谢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